DX 好我們繼續 我們第三次挑戰 我們這裡遊戲通 然後我們繼續現任之次第三次挑戰 前兩次呢 死了 一次是那個還沒打到最後一關 沒打到火山的時候 我們就 因為有一台機台先提早報廢 所以就掛了,我們就輸了 第二次是打到火山 但是發現電力不足 所以說我們看一下左上角 這次我特地來到火山的最後一關之前 把所有電力加滿 我相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我們這次的策略 希望這次能奏效 我們開始 一開始的攻勢就非常猛烈 我看一下 現在先守護左右兩個塔 左右,中間還有下方的塔 他直接就撞我耶 他直接就撞我耶 是不是 剩下一台 這一台真的是太難 可以好像有辦法 我就直接正面給他硬鋼就好了 不用啊 你覺得這正面硬鋼不就可以了嗎 我現在想看 正面硬鋼 最好還是能堵到洞是最好的 而且要注意 有些地塊變成熔岩 這要小心 就是你 欸這怎麼會不對不對不對 應該直接這樣打不就好了嗎 對啊 這簡單了 再贊助這個不就好了 你贊助這個 那兩個贊助是不是 我現在是說要贊助是到底要不要打 要不要打死還是不要打死 我現在非常謹慎 我一個插匙我就掛了 哇這招是妙招欸 不要打死 你有冒険嗎 你等一下就死了阿 對不對 我的策略是絕對是對的 這個不用打啦 對不對 它是下一回合它就掛啦 我主要是把那個點整個都踩踩踩踩就好了 它下一回合掛啦 或是我直接沒關係把它塞住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啦 因為它現在誕生是 我現在這個Spawn出來的怪是損 是損失兩滴血 對吧 它在說是我用自己的血去阻擋它 還是說用那一台怪去阻擋它 這插在這裡 這邊站 這一台應該是站在這裡應該是差不多 站在裡面應該也沒有比較好 我沒有了 真的嗎 我沒有了 我沒有了 那你那裡邊看我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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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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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不用管他 他下一回就過完了 直接打 直接幹掉這一台不就好了嗎 沒辦法要犧牲一下 這個是最危險的 這個應該先解決 這一台一定要先解決 但是我沒辦法勾到那個 這問題是這樣 我這邊救不了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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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我知道怎麼搞了 沒有直接 我救不了這一台 直接先幹了 這一台我只能幹了這一台 我現在這一台沒辦法救到任何人 只能去想辦法把那個蜜蜂給幹掉 就這樣子而已 其他沒有辦法了 欸可以啊這招可以啊 對啦把那個蜜蜂給打打過去啦 就這一個方式了 其他沒辦法 可以對阿就這樣啦 犧牲一格了 就犧牲這一格 對阿 對阿 就這樣沒錯阿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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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住這一回合就好了 其他都不用管 就是這一招了啦 然後再把那個甲童推下去就好了 這一回合就守住了 這是我第一回合齁 第一場我是扣兩滴血 這樣子 就這樣子吧 有可能幫我擋一下嗎 幫我擋一下嗎 幫我擋一下嗎 沒辦法齁 這是我第一輪齁 第一場我扣兩滴 以現在來看應該是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的啦 勉強接受 這個我們現在主要是保護這顆中間的珠子 不要讓他受到任何的傷害 那他本身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這個珠子本身還有4滴血 所以他可以承受4次的 4個damage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這個怪呢 一開始來攻勢就超猛啊 4隻去這樣子我怎麼去解救呢 那這個我們中間這個小球是這個炸彈 我們只要撐過4回合之後呢 這個炸彈就會爆炸 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我們所有的洞 因為這裡是我們的蟲穴嘛 我們可以解決所有的這個蟲 這就跟以前那個 有個電影好像是類似這樣子吧 叫做什麼 好像B級片 什麼星戰什麼戰將 也是打蟲子 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先來解救這個東西 反正這個一定要閃啦 我可能犧牲那邊 我先把這個蟲解決掉會比較好 對我來講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 比較划算的一個 對啦沒錯啦 那個上方就是用我們的高射炮去解救啦 它可以一次解救兩個 所以說高射炮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武器 好不好 非常重要 它可以一次解為兩個 是非常厲害的武器 所以說我們初始小隊本身的實力也不太差 我們的主要武器那個鐵拳啊 怒之鐵拳 它本身攻擊一部差 而且它還可以推倒一格 然後我們高射炮是可以推兩格的 這就非常厲害了 就是我們的狂野裝起來 我們的坦克稍微賴一點 對啦 哎唷 哇靠沒辦法 它是打兩格了耶 我的老天 這樣我沒辦法救了啦 喔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你站在那個洞 應該是站在洞上面 然後去打 這樣子會比較對 站在洞上面去打 對啦唯一的選擇是這樣 然後我們下面就是 就去閃掉 然後不行 哇靠這個 沒辦法 然後我們就去打下面那一台就好 那個已經 不用去顧了 我這個 一次射兩台 這個太重要了 蛤 這沒辦法齁 我跟你講 這個下面的一定 唉唷 我現在就是要解救下面的那個的話 應該是用高射炮 因為它一次可以解救兩個 這是很好的 我覺得打這個困難或是 簡單模式用高射炮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 它可以解救 我們應該是把那個高射炮移到下面去踩那個點 我們應該把那個高射炮移到下面去踩那個點 那你要先做什麼 我看一下順序 哦 那個是6號太晚了 這是大幾個 主要看他傷害啦 他打三個是不是 可以啊,我就是把那個移過去不就好了 我們把這隻移到右邊去打那個就好了 是有辦法 這隻移到右邊去打那個就好了 這要不行 這要不行啦 他...我就固定損失那個沒辦法 對啦 就沒辦法了 那損失了 固定要損失就給他損失了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這一台一定會死 這杯一定會死 我是救不了這裡 5 啊幹 那個5又是比較快 啊我只有這一招了 真的只有這一招 6 就直接打啊 直接射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直接射 咦 去冰住那个不行 打三台没办法 去冰住他也是可以吧 应该是这样 扣一滴血 这没办法 应该去冰住那一台 一滴血 一滴血 就牺牲下面了啦 下面这一台牺牲了啦 你没办法的啦 你把那个冲子 打一下就死了 反正我一定要牺牲 然后只能承受一次的伤害 就这么简单 只能承受一次伤害 就能承受一次的伤害 就能承受到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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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两个 这很重要 就能承受到那里了 就能承受到那里了 有耶 有耶 有可能啊 不是啊 有可能呗 有可能啊 哇 這很重要吼 這一個如果打好我們就大肆弟弟一定會贏 這個搞不好我們就沒了啦 反正只能用一千招了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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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放進那個下面那一根柱子了啦 你踩到那個洞然後射它一下啦 這麼簡單了啦 啊 就這麼簡單 不用想太多了 還有一個解法呢 靠 還要有個解法呢 還要有個解法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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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鳥用啊 你保護一次 幹 哇靠 他死了咧 哇操 這什麼狀況 沒有 這個直接往下去把它推到 推過去就好 那一台已經掛了 就這麼簡單 只剩最後一滴血了齁 守住才行啦 對 你看啊 對 你看啊 這一 這個 這個高射炮真的是 起到關鍵的作用 啊 贏了啦 就直接把它推一下就好了 他們兩台就掛了啦 那一台不用管他是不是 直接把推過去就贏了啦 對啊 這樣就好啦 沒事吧 應該是吧 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沒毛病吧 啊 起真多啊 打他 至少我可以打他一下我覺得 打他可以扣3D odd 那是 你幹嘛幫我啊 這也千金一法啦 我最後一回合我整個暴氣耶 你看到沒有 簡單啦我贏了啦 喔幹這4滴血喔 好吧 我現在就 不用管了 你就直接去打那個上面的那個就可以了 對你貫穿 貫穿泡給它泡一下就好了 然後 貫穿泡泡一下再用什麼一個 呃 不然就無敵鐵拳先把它幹一下啦 真的 先用貫穿泡啦 用貫穿泡 不然就是先冰凍啊呀 先冰凍不就好了 最後一回合了先冰凍不就好了嗎 簡單 冰凍不就好了嗎 想想看喔 下面那一隻齁 下面那兩隻 這個 沒有動靜 真的是 謝天謝地 剩下一滴血 幹不對啊 我現在那個是暴氣耶 暴氣 照理來說 暴氣 打一穿就好了 他 撞一下這隻就掛了啦 暴氣好不好 太多解法了啦 沒問題的 一定可以的 我現在選一種 拿一種比較帥 這就像是你衝過終點的時候 你要擺一個最帥的pose啦 這麼簡單 好不好 你看冰凍也是可以的 結束了 結束了 你看我又 你看 太厲害了吧 一定要小心啊 小心處理 好 好 終於啦 好 那我們就 這個 就通關了啦 這個普通模式通關了 那這遊戲真的是蠻屌的 這個 你 今天是我從小到大 從出生到現在 玩過最屌的 戰棋遊戲 沒有比這更屌 好 難度齁 就是要有難度 你才會挑戰 才有挑戰性 挑戰性就會 有挑戰性就會好 而且呢 它整個 非常燒腦 非常燒時間 有點便宜耶 像這種獨立遊戲 這樣子的一個價錢 兩百多塊 玩得津津有為 真的是不錯 像這種題材 如果我是這個福音戰士 我有福音戰士 動畫的版權的時候 我一定授權給這個團隊 幫我開發一個 遊戲 手遊也可以 單機也可以 想要賺錢 就開發手遊 就用這一套模式去做 然後賣基塔就好啦 賣基塔就可以抽錢 或抽坦克 對不對 不然就是 你做單機的話 就是以這樣的遊戲機制 但是呢 增加一些福音戰士的劇情 貫穿全場 然後做成3D的精緻化 這是保證賣啊 如果我是福音戰士的 這個 我有它的版權 我一定授權 這是東方來講 西方來講的話 如果我有 黃太平洋的版權 電影版權 我一定授權給這個公司 來幫我開發一樣 像這樣子 這個明明就是 黃太平洋嘛 這超合的啊 對不對 你可以 就是一樣東西 你可以 做成3D精緻一點 然後貫穿黃太平洋劇情 這樣子也算是跟這個 本身這個遊戲 我們的這個限政自治有所區別 然後我現在 我一開始玩這個限政自治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個遊戲怎麼沒劇情 一定想要放棄不好玩 結果我發現呢 這個遊戲呢 就是適合沒有劇情 因為呢 它就是會 要讓你 重複遊玩 如果這個遊戲 設計的目的是 讓你 玩一次 一週目遊玩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可能會 安排很棒的劇情 但是如果這個遊戲 想要讓你 一直重複玩 一直重複玩 因為你看 這個遊戲 我前面有看到可以換很多的 解鎖其他的小隊 而不是只有我們現在這一組 我們這一組最普通的 普通小隊 而有它要 大概有十幾組的小隊 那你這個要讓 這個主要就是要讓玩家 能重複遊玩 重複體驗 那你重複體驗的時候 劇情就不重要 就是反而是說你劇情越少 可以讓我很快很方便的開局 馬上一開 一開就能玩 這個反而是更好的 所以說他沒有劇情的話 是非常的 非常的適合 好吧 那這個就是我們憲政之志 我們是花了三次 才破關 這個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玩的玩家 我會建議你直接玩簡單模式 會比較好 比較容易上手 那普通模式呢 確實有一點困難 這是蠻有挑戰性的 如果你本身就是 常常在玩遊戲的 然後有在玩戰棋遊戲 你可以挑戰普通模式 好 那我們今天就 直播到這裡 這裡是遊戲tone 我們下次再會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